欸 換一下 都OK 好 那我不要開始講了 那個我本來要講的題目不是這個 我本來要講AI的法律規範 但是 因為是POMI說如果我講這個題目他就會來 結果他沒來 所以我就不要講那個題目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聽我講AI相關法律規範 我們再用另外再一個時間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呢 前幾天有那個 Iran在加拿大share了一個 Disinformation說 有一個國外英語的YouTuber說 G0V.TW是由美國政府贊助的 所以我要來正式澄清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並沒有接受 辦黑客的時候沒有接受美國政府的捐助 而是G0V就是其實是靠小文募款 然後另外我們去年有開始一個計劃是 就是叫做水源計劃 就是我們辦黑客廚房請一些人吃飯 然後他們會用 就是他們同意每 就是連續三年就是會捐助我們一筆錢 那我們可以請就是救生團職工 還有辦黑客送的錢 那所以其實主要的來源是這樣子的小額捐款 那所以其實G0V是一塊大草坪 我今天要講就我決定講一下這個捐款的內容 還有這個投影片基本上就是我們跟捐助人 做年度報告的一個投影片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G0V是一個大草坪嘛 那後來就是大草坪好像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所以呢今年新的故事講法就是G0V是一個線上打怪 像玩Pokemon一樣就是大家來這邊 提案的人其實他們心中有一個怪 那他就是來這邊找隊友 然後大家一起在這邊整天討論怎麼打 所以G0V其實是一個糾團打怪的平台 好 那打怪其實就是協作 就是挖坑推坑填坑 那我要講一個最近我挖坑填坑的一個過程 就是也許不知道怎麼 第一次來的人會比較清楚說 那個是你是怎麼掉進坑裡的 那大家知道這本書嗎 就是真相製造這本書是那個志心 報導者志心寫的 那它是今年非常紅的一本書 那我那時候看以後就想要就是 就想要辦一個線上討論會 他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掉坑了 那我就開始貼G0V Slack然後寫共筆 然後這時候就其他人就是像 比零啊 然後那個Timmonker就被我說服掉坑要做直播跟語談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要做那個 就是各種就是這個圖什麼的 然後我就很不會做 我就做了一張很醜的 然後就送了SNS平台 就有人受不了了 然後他就來幫我改 所以重點就是不要害羞 不要怕犯錯 你就貼出來就會有人來幫你改 然後最後就是我一開始做超醜的 後來那個 我先是用志心的圖來改 然後改了一個超醜的版之後呢 之後受不了他就出來改了 所以當然有人受不了的時候他就會動手做 所以後來就這麼多人掉坑 那天就有一百多個人來聽 然後之後就是 到後來其實就是有大概四千次的觀看紀錄 然後後來又有共筆 所以就越來越多人掉坑 那大概兩千年的時候我們的社群要不要是這樣 那到十 十月一號的時候我們已經有這麼多參與者 那很奇妙的是Facebook的按讚的人數變少了 我覺得 嗯 還滿合理的 因為我覺得Facebook影響力越來越小 所以我現在有點不知道要怎麼去接觸到我們的社群的人 蛤 什麼 抖音嗎 請大家想想看多幫忙 因為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找新的那個找到新參者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這一張可能大家沒有看過 就五月的時候 今年五月的時候其實社群能量非常高 就是在那一個月份裡面到八月中間有超過一千個以上新參者 然後其實有大概超過一千個以上參加協作的人 有十五個以上的專案 然後G&B General現在其實已經破萬了 那可能因為五月到八月非常的累 所以我覺得最近大家有點能量低落的感覺 然後 那後來我們就是Joseon團有整理了一張去年的那個照片集錦 我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 去年博昌還有來辦第四十二次的時候來辦演唱會 然後還有summit 然後還有童花松 那我們期待明年也會有童花松 也會有演唱會 臨時樂團的演唱會 然後不知道會不會有summit 那因為要為這件事負責的人今天大部分沒有來 那另外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說我們其實後來都有做那個影響力評估報告 那其實大家整理G&B的關鍵字就是協作開源跨界行動 那所以我覺得G&B的collaboration就是open source,closed domain,hands on 然後這個是特別的G&B的協作方式 那2022年是G&B十年了 那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三個圈圈裡面的理念讓更多人知道 包括做podcast 然後包括做我們想要寫專案的故事 然後可能有各式供應各種不同的方法 那請大家一起來想 那抖音的部分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實在是年紀太大了 對抖音來說 所以請看誰對抖音比較熟的來幫幫忙囉 好 那這個三個圈圈也一直在進化中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改 那最後就是我們其實是這三個支柱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大家一起努力 聽說唐鳳今天在民主峰會上有提到G&B 所以我們podcast第一集就想要 可能就會來談就是這個 很多人不知道是由G&B社群的參與者 設計出來的簡訊實聯制的架構 那最後要說我覺得 剛剛有人跟我說來這邊覺得 比他想像中的感受更好 那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解決了這個 就是G&B社群的活動呢 解決了那個 馬斯洛那個就是 那個所有人類需求 從食物到你自我滿足的需求 每一個階層都被滿足了 所以難怪大家都很開心 那這是一個我很尊敬的場 被他寫的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也許我們追求自由 但是最大的自由是來自自我實現 那當有一群人有一個社群 作為實驗場的時候 你可以彌補自由主義的缺失 最後也許你能尋求到最大的自由 那最後就是這樣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 那就Sam交給Sam 好 非常感謝Yisabel的分享 那下一個